在六龙争霸3D的世界中 你是否曾经为选职业而纠结过 是否为职业的前途或者前途而荣誉过 又是否因为职业的特点而慎重考虑考虑再考虑过 现在小燕将让这些问题不够存在 帮助大家一不了然了解所有职业的特点优点劣势以及前途 别谢我因为我是雷锋 破军近战物理职业擅长冲锋陷阵 在六龙争霸3D中破军是一个输出职业 攻击方式主要以近战物理输出为主 但是其交应的身板也是在囊着团队抗压的角色 别以为战士就不能输出了 看技能一切都会明白 技能一是艳燃 攻击目标建设附近怪物玩家免疫 这个技能作为一个普攻技能几乎没有冷却时间 四次普通攻击再一次重击能打出大量伤害 只可惜建设效果只针对于怪物不针对玩家 不然那就是一个神技能了 技能2泰山压顶 举刀跳劈使敌人眩晕两秒 此乃是一个控制性技能 无论对小怪还是玩家以及boss 通通都没法躲过这两秒的眩晕 追杀与打断连续施法的神技 技能3炎轮掏杀 旋转攻击这位敌人 自身速度降低20%并免控 AOE技能之一 拥有着高额的伤害不说 居然还能免控 要知道无论哪一个职业 最怕的都是被控制 有了炎轮掏杀 我还怕吗 技能4 无道封魔 进入狂暴模式防御提高 作为一名合格的战士 守住前线且不死才能保家卫国 有了无道封魔 无论是法防还是物防 都有着大量的提高 无形当中 让破军这个职业的生存能力 提高一大截 技能5 炙焰火海 重创附近敌人 仅对怪物有效 专门的打野技能 伤害高的无话可说 但是只对野怪有效 并且想要释放该技能 还需要收集很长一段时间的怒气 用来刷副本还是挺好用的 总体来说 破军是一个很全面的职业 最坚硬的身躯下 蕴藏的是非常不错的输出 上升难度比较小 但是战士毕竟是战士 生存方面可以说是一流 输出还是无法与那些纯输出的职业相比较 苍龙 近战法术职业 擅长突进爆发 如果说破军是近战持续性职业 那苍龙就是爆发型的职业 攻击方式主要以近战法术输出为主 没错 就是法术 这是一名法术职业的战士 防御和生命值虽然都比付上破军 但是那恐怖的输出能力 与控制能力可都是超过破军的 技能一 试鬼神 攻击目标 建设附近敌人 玩家免疫 操龙的普通攻击 建设效果依旧对玩家免疫 对比起破军的普通攻击 试验然 试鬼神四下打出来的伤害 就比破军职业的试验然高 技能二 断天白红 持枪冲锋 使击中的敌人身形定数三秒 该技能是一个突进控制型技能 锁定目标后快速前进 并且定住敌人三秒 是一个很好的快速贴近敌方 并且控制的技能 技能三 万里黄沙 持续冲锋 对范围内的敌人造成伤害 冲锋期间属于无敌状态 AOE技能 同时也是苍龙职业的核心技能 利用的好 可以免疫一波伤害 比起破军的免控 就看玩家的喜好咯 技能四 月影流光 提振刚气 增强攻击 期间攻击必定破招 实习六秒 顾名思义 就是六秒内提高自身的攻击力 减打的敌人释放不出技能 比起破军职业的无道风魔 一个提高攻击与破招 一个提高物理防御与法术防御 依然是看各位玩家的喜好啦 技能五 实面埋伏 重创附近敌人 警队怪物有效 苍龙专属打野技能 需要长时间的累积怒气 然后一次性释放 伤害那是杠杠的 总体来说 苍龙不愧是一个突进爆发型的英雄 技能伤害都是杠杠的 再加上是法术攻击 而不是物理攻击 最让这伤害拉开距离 毕竟一般职业都是物理防御 比法术防御高 不信 那破军的无道风魔 刚好证明了这一点 经过上述所说 大家可以轻易看出 苍龙在攻击爆发上有着优势 但是生存能力不足 而破军在持续性和生存能力上有着优势 攻击虽然也不错 但是敌于苍龙这是个事实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就快结束了 相信大家已经知道了近战职业的优点和劣势 下一期小银将带给大家远程职业的优点以及劣势 敬请期待吧 拜拜